日行在社群网站上某乐团主唱发文表示到万里野柳地主公园 看见地质景观上被画上红红的红线 批评为万单位破坏天然的珍贵地景 然而实地来到地主公园可以见到海象部下的天气 依旧门门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 取景拍照时还可以看到海浪就在一旁近距离的拍打相当危险 而为了要找到民众认同又兼具保障人身安全的警戒方式 今天由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在地主公园邀集到专家学者座谈 希望能够有红线之外的最好替代方案 我们都知道婚离区管理安全其实是最高的一个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红线的确是醒目 过去许多的包括国外的学者来也都看到那条红线 大家也觉得很碍眼 但是我们了解到作为一个经理管理单位 那条红线的确是有它必要的二 因为即使连我自己都曾经在那边被打到 我们如何去确保游客的安全 那个红线在还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去先暂时保留 国外很多很多的做法 我举一个例子 就像我们去北爱尔兰的那个熊舞园的巨人体 那个巨人体其实很多悬崖 那悬崖上面有步道 步道呢旁边就是悬崖 它也不会去设一个栏杆 那其实每一年还是有一些游客会调动 可是他们也不会像台湾的这个样子 就跑去跟那个政府吵得没完没凶 就是说台湾对于这个问责性的政府的单位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重 那在很多国家 在瑞士 在英国 其实他们都是使用者 他们就很简单告示牌而已 使用者要自己去负担他所有的责任 地址公园化设红色警示线 已经超过50年多次寻求专家学者的建议 尝试多种警戒的方式 最后依旧选择红期来警示 原因不外乎是红色 是国际警戒共同用色 显而易见 再者红期对于地址反而有保护的作用 这也成为地址公园中海浪侵蚀差异的火教材 此外学者在周团会上也提出 民众的意见固然要认真倾听 但若是与守护生命安全相抵触时 委管单位可以耐心去解释 召开公开的座谈会 征求更好的建议也是一个做法 那七项的活动在学者专家认为 在目前的环境 食物上还是没办法使用 还是会破坏地址 所以今天专家学者座谈会的结论 还是先暂时维持现在红色警戒线 但是未来我们会再研究 让红色警戒线的线路越来越短 然后利用分区环境教育来改造 这个野柳地址公园 今天的专家学者座谈会后 北关处长表示 综合专家学者意见红色警戒 依旧是当下最适合的做法 而未来也会朝向减少红色化色的面积 以及征求公开座谈会的方式 广邀专家学者提供意见 一同提升地址公园的观光修期品质 也要来守护游客的人身安全 记者 廖平行 万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